脊柱疼痛怎么治疗 王文涛骨科推荐与肿瘤病区副主任医师 脊柱疼这是咱们一个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 往往很多病人到医院之后就说 大夫我脊背疼 需要拍片或者说我想拍一个什么片子之类的 在这咱们要提醒各位患者的是 脊柱疼的原因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腰背肌肉的老鼠 还有一个就是脊柱骨骼的闯伤 还有炎症 病变等 我们要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 病情来决定治疗的情况 我们要通过X线CT持共症 排除是否脊柱合并有病理性改变 如肿瘤 闯伤 骨折等 如果说排除了这些就单纯的是一个 腰背的一个脑损 我们可以通过口服消炎止疼药 活血化育药 然后通过锻炼 通过贴止疼膏药等进行治疗 如果病人合并有闯伤 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手术或者说保守治疗 如果病人合并有感染 有脊柱感染性病变 或者脊柱肿瘤性的改变的话 那么我们要进行相应的 进一步的检查和相应的治疗 专家提示 一 脊柱疼痛属于肠腺疾病 二 主要是由腰背肌肉劳损 脊柱骨骼受创或炎症病变等引发 三 单纯的腰背劳损 可通过口服消炎止疼药 活血化育药 贴止疼膏药以及锻炼等进行治疗 四 如何病有创伤 需进行相应的手术或保守治疗 五 如何病有感染 如脊柱感染性病变或肿瘤性病变 需进一步检查和治疗